我们在我们祷告会之前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勉励的话。 早上用赶快工作跟大家一起来做主题。 这个主题事实上是从圣经里面约翰福音9章4到5节截取的。 我们就直接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4到5节。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把一天的日子分成了白天跟黑夜。 这边讲得很明显,在白日就可以做功,当黑夜来到的时候就无法做功了。 如果我们不注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讯息,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就觉得过得还不错。 那什么叫做预言? 预言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未来的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就算我们不读经,不知道的话,世界还是会发生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事情。 不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忽视了,世界就不动了。 在过去呢,我对气象跟气象的预报不会太注意。 直到有一天呢,我在这个操场上呢,在等待的时候。 我从那一刻开始,因为我之后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都要去接我的孙子们,让他们下课。 所以我都在那里等待他们。 我发现说我们的气象报告非常准确。 如果预告说是会大太阳,我就戴着帽子。 如果预告说要下雨,我就记得要戴雨伞。 换句话呢,我不希望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天气出现变化。 同样的,如果世界的变化呢,也是在我们毫无准备下突然间出现我们不一起的事情。 今天呢,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们看什么。 在本地新闻呢,我们听到的不就是杀人、犯罪、抢劫。 在国际新闻上面,听到的都是国与国正在打仗。 各式各样的疫情,各式各样的饥荒灾害。 我们也陆续地听到了各地的地震或是呢,道德逐渐下降的新闻。 或是呢,社会已经失去了该有的秩序的消息。 换句话,总结而论也就是说呢,坏的消息比好消息多太多了。 那我们看到这些新闻之后,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世界上到底会发生或即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 其实依照圣经来比对的话呢,我们都知道,这也就是夜要降临的前兆。 这也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临之时之前的兆头啦。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更注意更了解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兆头。 那现在我们都住在这个最后的时代也都很清楚了,那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当然不可以就这么懵懵懵懂懂的每天这样过,那就算了,不可以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返回去看圣经里面,挪亚时代的世界,在那个时候的人呢,对于挪亚所传的警告呢,以及洪水要来的警告呢,完全不注意也不关心。 罗亚说如果不进入这个方舟的话呢,所有人都会被洪水给消灭。 但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当时的世人是忙着过自己的生活。 因为他们忙着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就忽略了忽视了挪亚的警告。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哪里? 那么趁我们还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利用机会抓住两点。 第一点也就是要追求灵性的长进。 第二点也就是要能够做更多的圣工。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似乎还有掌握白天的感觉,但是事实上白天禁见流失。 所以在这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两点。 首先也就是要追求灵性上的长进。 我们请看罗马书。 罗马书十三章的第十一节。 十三章的第十一节。 十一节在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得救。 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 。 既然我们知道时间点了。 我们晓不晓得现在就是正是时候的。 那我们做什么呢? 这边说到我们要走出睡觉的时候。 因为呢,原因是因为呢,得救的时间点比我们出信的时候更近了。 。 我们不可以再睡着。 这边告诉我们要趁早睡醒了,也就是在属灵上面不能再睡觉了。 那么我们在睡的时候。 既然睡着了,也就是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会注意了。 。 我们甚至连小偷进了房子都不知道了。 。 因为在挪亚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的心态。 他们一直睡到洪水真的降到这个世界上才醒过来。 。 因此呢,这边为什么一直在提醒我们说要趁早睡醒啊。 一个最重要的时间就是我们得救的时间,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 。 那边的理由是会怎么说呢。 。 那么从两个方向我们来看这句话。 。 首先对我们的个人的信仰来说,也就是我们要面再次看到这位救主的时间,绝对比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更近了。 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信得越久 我们建筑的时间点就越来越近 也就是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 主耶稣会带我们进入那乐园里 那绝对的那一天的到来 绝对比我们当初信主的时间点更近 那么如果以团体来看的话 我们这时候是面对的末日 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每一天 圣经上所预言的事情一个一个陆续实现 那么在我们初信的时候 也就是主耶稣再临的日子 离我们初信的时间点就越来越靠近了 时间会一直从我们手边流过去 不会等待任何人的 我们再看下一节也就是十三章罗马书的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尽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啊 这边在中间这一段说到说要我们脱去暗昧的行为啊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过着远离罪恶的生活 也就是要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啊 那么这无罪的生活 也就是能够在神眼中被喜悦的生活 那么再下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也就是兵器也就是把我们装备好准备打仗啦 所以换句话在属灵的战争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准备好属灵的兵器能够准备打仗 甚至说更进一步我们要为神做更多的事情 那么这边有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要趁早睡醒 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在白天该做什么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完全一样啦 那么如果跟世界一样也就是说就算我们受洗了 我们的生活其实跟世界的人没有两样 就好像在睡觉一样 我们跟世界上世人生活的方式完全一样 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希望没有救赎的盼望 他们没有盼望也就是没有未来的光明啦 那么今天我们是蒙神救赎的人 因此我们有盼望 因此我们有光明的未来 因此我们的生活必须要跟现在我们旁边的世人完全不同 而不是跟着世人过一样的生活形态 所以今天我们趁着白天还在的时候呢 我们利用时间利用机会让我们的灵性能够逐渐继续成长 所以当时刻时间到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值得进入那永生神为我们准备的婚宴 那么今天我们会问了 那么既然还是白天的时候 我们能够为神再做些什么呢 这第二点就是跟大家特别在讲的 让我们能够在末日的时候呢 带更多人进入这属灵的方桌啊 那么让我们能够带更多人来进入这末世的方舟 避免他们沉沦下去啊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到六节 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执事 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第六节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我们这边很清楚地看到呢 神交代给每一位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是什么 那交给他们的工作 有人摘种 有人交灌 那么摘种 浇灌 都是神交给人要尽的责任 最后这边说 唯有神叫他生长 因为生长在乎神的手 因为只有神会让他生长 叫他生长 那么这边什么叫做栽种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字面上了解 也就是要撒出那福音的种 那么什么叫浇灌 那么浇灌在我们现在的语言里面 也就是说要能够跟进 当一个牧道者来到我们教会 接受到了福音的种子之后 那么再下来就是要能够跟进的工作 让他在心里面那个福音的种子 能够逐渐发芽 那不论是栽种或是浇灌 在这个布道的福音事工上面 需要很多的人力 那是不是会长呢 那么是否生长呢 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掌握之内 叫他生长 我有神能够叫他生长 当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观念 伸直我们的心里面 换句话 我们在我们的服事神当中 我们不可以服事 没有神的同在 服事也许是没有用的 我们再看到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的九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是与神同工啊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懂得浇灌 我们懂得栽种 但是没有神的同工的话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 跟预见的工作会非常难推动 我们会看到是没有 也许是没有成果的工作 相反的 如果神与我们同工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栽种 在我们的浇灌当中 与我们同工的话 是的 也许困难还是存在 但是结果却不是我们所可以想象的好 原因就是因为那句话 神叫他生长 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服事工作 都是神的工作 因此我们要与神同工 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所罗门王 他非常清楚这个观念 我们跳回到诗篇 一百二十七篇的一到二节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第二节 第一节 若不是主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了 若不是主诚实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第二节 你们请早早起晚夜间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事枉然 唯有主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我们看到 所罗门王是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国王 在他的时代里面 他可以建立起非常强大的王国 我们看到光在这两节里面 这么有能力 这么有智慧的苏罗门王 提了三次的叫做 枉然了 这边讲到的一个非常重点 除非主与我同工 除非主祝福我 除非主允许我 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枉然 我们看守罗门王换句话 用今天的话来讲 不管守罗门王放了多少人力 多少的计划 换句话 如果没有主在现场同工的话 所有的事情 都是枉然都是浪费 换句话 枉然的意思也就是说 都是浪费时间 浪费人力 好我们反过来看 如果神与我同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结论是好的 所以 所罗门王在这边 非常的有智慧 知道人不可以单独做工 人一定要与神同工 为了要得到好的结果 那么今天在我们心里面 为神做工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存在 今天在末日我们都希望带更多的人进入这属灵的方舟 能够得到神的救赎 那么在啥种方面 我们也希望神能够带着我们能够突破现况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许我们的生活圈事实上是有限的 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 当我们刚刚信读的时候 我们多希望赶快把种子传给 告诉我们周边的朋友 在我们的周边朋友在现在来看的话 听了我们的福音之后 有的人信主了 有的人就是不信 换句话 在我们原来的朋友圈里面 似乎我们已经停止了 已经禁止了 没有办法突破了 那我们求神给我们怜悯 我们今天因为福音的观念 没关系的我们求神 让我们能够再扩展我们的朋友圈 能够更大的朋友圈 更多的人 让我们能够完成主所交代我们的使命 那我们要求神 让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事上有所突破 在结论上面 现在我们都知道夜将近 我们正是要趁白天要做事的时候 因为黑夜一旦进来之后 我们没有工作可以再做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进入那永生的安息 所以趁着白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趁白日睡醒 那么在此刻呢 在这个睡醒的时候呢 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 首先也就是要追求我们灵性上的成长 第二点也就是要做更多的工作 那么这项圣工 也就是要将更多的人 带入那属灵末世的房桌 为了要完成这两项工作 我们都要祷告 在祷告当中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工 那么求神同工没有祷告的话 我们看不到好的结果 我们求我们天上的父呢 跟我们在这次灵魂会当中呢 从头到尾都与我们同在 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属灵上面逐渐成长 同样的也能够带领更多的目道者 来进入这个方舟 能够也借着我们更扩充的朋友圈 能够突破我们在传道事工上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呢 我们不会按手祷告 但是我们还是邀请弟兄前面 能够来到前面祷告 能够将我们祷告用灵 用诚实的心献上给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一起来到前面一同祷告